以下是口播广告 运动时收听节目赚回馈 让你动起来的信用卡 只要每月加入汗水不白流APP 支持运动Pocket纠团活动 当月刷永丰Sport卡 永丰银行就会抖内大叔野球53节目 让你一边运动一边听我们的节目 让身体变得更好 永丰Sport卡最高可享7%的回馈 而且还有不定期的专属好康可以拿 那这个汗水不白流的APP 我觉得也是大家都可以试着去下载玩玩看 那它是一个透过记录你每天所消耗的卡路里 还有其他的体能训练 还有多项的健康指数 去达成你的运动的健康目标 而且也可以透过每日 跟着方放完成不同的任务 玩健康赚回馈 那红利点数也可以转成 封点折底信用卡的账单 也可以透过这个APP 去连接到各大的网购平台 去赚取消费的回馈金 那我是觉得这个APP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玩一玩 那如果说这个卡大家有需要的话 也可以去办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 希望大家在做理性必要的消费的时候 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康优惠哦 大家好欢迎收听 原事物语第118集预计上架日期是 2023年的9月5号 原事物语是乐天桃源球迷象 非官方Podcast 每集我们学到的主题 还有大致上的时间轴都会放在节目的资讯栏里面 好那大家在片头听到那个 其实是算是最近就是我们主节目一个蛮新的尝试啦 就是永丰那边找我们做合作 那基本上你只要下载那个APP 然后去类似解关卡 然后你也有这个永丰Sport卡的话呢 那就会有 你自己会有回馈啦 然后银行那边也会有一些回馈给我们节目 就是透过您的运动 那大家都有回馈 那你好我好大家好 好那这一集除了片头插这个广告之外 因为上周我们热天桃源的事情很多啦 所以我也不知道说这一集可以录多久 不过秉持着本节目的原则基本上好事坏事我们都会提 然后我们一项的做法都是好事会先说 那一些大家在上周比较有感 或者说对球队比较不满的部分 我们会放在节目的后半段 因为这样子 我不知道说坏事这边我讲多久了 至少前面我好事有交代完 首先第一个部分呢 你听到他的应援曲 你就知道我要说谁啦 我好事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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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厚 就是我們的秀秀陳俊秀 其實就我個人來講的話 陳俊秀絕對是熱天討人球員裡面 從以前到現在我喜歡的 绝对有在前三名啦 那除了他的生涯 绝大多数时间都很稳定之外 就是这个应援曲的 其实真的太棒了 好那我们秀秀呢 在这个8月29号上礼拜二呢 达成他在中指的千安 他也是联盟史上第27位 达到千安的打者 那他这个千安呢 是在九局下面对林凯威的时候 所达成的 急速千安的时候呢 他是经历了3535个打息 3077个打数 34岁又301天达成 那秀秀在中指的千安里程碑呢 我挑重点很快的 跟大家回顾一下 那秀秀在中指的首安 是2014年的7月30号 在我们家主场面对中信兄弟 生涯第100安 是2015年的7月18号 在新庄面对统医师 生涯的300安 是2017年5月3号 在周际面对中信兄弟 生涯500安 是2018年的9月16号 在澄清湖面对统医师 生涯的800安 是2021年4月23号 在台南面对统医师 生涯900安 比生涯800安相隔 将近要一年 2022年4月10号 在主场面对中信兄弟 那生涯千安跟900安隔更久 是今年的2023年8月29号 在桃园面对卫权龙的林凯威 其实秀秀在加盟中止以来 绝大部分的时间都非常稳定 在打击的部分 那当然一开始加入中止的时候 2014年其实他打的并不好 半季只打了21只的安打 但是从2015年到2021年 每年的安打都超过100只 只是说这两年可能是因为年纪渐长 然后有点退化 那在2022年 就去年总共只打了76只的安打 算是他加盟中止以来 扣除掉那个半季的2014年以来 最低的记录 那今年其实也打不多 目前为止只有33只安打 那其实他上半季 因为状况不好 其实在二军蹲了好一阵子 不过在这个上半季快结束 到下半季目前为止 他的打击活力其实是回来的 所以他目前为止的打击率两层77 看起来跟他这个辉煌的时期 是有点落差 不过这个要跟大家提醒 因为在上半季的时候 他甚至是升高保卫战 所以一路爬到两层77 算是很不容易 那上累率4成05 长打率4成20 所以长打的部分是慢慢调回来 那选球更是 其实我觉得算是调到很OK的状况 那我们也希望秀秀 能够继续贡献他的安打跟长打 给我们更多的感动 然后第二个新闻呢 就是我们的阿吉梁家荣呢 夺得了上个月 也就是8月的打击MVP 那阿吉呢 在这一次的票选呢 总共拿下了13票 那他可以获得8月的打击MVP 当然就是他在8月这个时候的表现 非常的好 在打击三围的部分 打击率4成06 上累率4成81 长打率6成81 OPSPLUS高达234.5 那么就这个安打的部分呢 他在上个月敲出了28只安打 还有20分的打点 都是联盟的第一 四轰的全雷打 仅次于廖建復跟吉利吉拉的五轰 那选了10个保送 而且他的28只安打里面 有7只的二两打 所以他当然毫无意外的拿下单月的MVP 那比较特别的是 虽然Agin拿到了8月份的打击MVP 但是他在8月份的比赛 没有拿到任何一次的单场MVP 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单场特别的强 但是他是平均整个月都很强 那我们也恭喜Agin哦 接下来进行上周的比赛回顾 好那上周呢 本来应该要打6场比赛 就是包括礼拜一的补赛 但是后来呢 只打了5场 因为礼拜天的比赛呢 因与沿赛 首先上周一8月28号 礼拜一在主场 面对这个复邦看奖 最终呢 复邦看奖3比8 输给我们家乐天桃源 那这一场是 如果说你要用一句话来形容 就是尤归的圆梦之旅 那尤归的部分 我们在节目后段再跟大家讨论 我们在这一场的得分 是靠着一局下阿富的两分炮 然后四局下诸葛跟子伟的安打串联得一分 六局下这个子伟的solo shot 还有八局下呢 靠着两个四外球家 四肢安打串四分回来 那在九局上的时候 0,700分上尤归 但是他呢 呃就没有投好 那最后是靠着飞刀成功上来收尾 那这场比赛的这个记录部分呢 首先一局下面对肯特的时候呢 阿富打成了他的中职生涯的300分的打点 那子伟呢 在四局下面对肯特呢 他达成了生涯的首打点 在六局下一样面对肯特呢 达成他的生涯首轰 然后呢 他在这一次 这场比赛的连续三个打数都安打 就是一连安打 圈内打跟二连安打 隔天八月二十九号 一样在桃园面对卫权龙 那最终卫权龙五比六 输给我们家乐天桃园 那这场比赛有几个重点 就是第一个就是秀秀的千安 然后呢我们在九局下的时候呢 在落后三分的状况之下连贯四分 面对卫权龙的五人内野呢 我们逆转胜了 那其实这场比赛一开始就被压着打 在三局上打完的时候 双方比数四比零 到八局上打完的时候 双方比数五比一 在八局下的时候呢 我们靠着林鸿玉的保送 还有阿飞跟阿力的安打 先敲回一分 就等于是三分差 然后逼着卫权龙在八局下的时候 就要把林凯威推出来 那到了九局下的时候呢 先扣着诸葛跟阿金的上蕾 就安打上蕾 然后秀秀呢 在九局下就敲出他的生涯千安嘛 那有一分的打点 然后在故意保送小胖 变成满蕾的状况之下呢 两好三坏 阿飞呢 从林凯威手中敲出了二两打 直接把比分扳平 那接下来就是龙队 故意四外球让成为上一壘 然后呢 再把右外野手 真传生 把他移防到内野 变成一个五人的内野守备 但是面对林立呢 王耀莲投出第一球 那林立就敲棒 那其实他打出来 就是一个龙队最想要的 内野滚地球 而且直接就朝着 真传生那边滚过去 结果真传生呢 他发生了接球失误 那也让我们的自身跑回来 把比分给结束 那因为真传生是以右外野手的身份上来守备 所以 虽然这是一个发生在二壘前面的失误 但是在记录上他会被继成右外野手的滚地球 接球失误 那这场呢我有进场 进场新的节目后段如果时间够的话再跟大家做报告 然后再来是8月30号一样面对卫权龙在主场 最终卫权龙2比5输给乐天桃源 那在一局下的时候 我们在满壘的时候先靠着林子玉的保送先起回1分 然后在二局上 其实这一场比赛呢 我们的主委他守二壘手 他在二局上有非常漂亮的手臂表现 包括一个往二壘方向的算是愉悦式的海豚接球 然后还有一个往这个右外野方向的 也是一个算是 把可能的安打球变成了一个滚地球刺杀出局 然后我们在二局下得1分 在四局下得2分 在四分领先的状况之下 八局上呢 龙队的林志胜轰出了他本期第三轰 也就是生涯的第302轰 那最终我们就是三分差赢球 每月斗内254 大叔野球有意思 月月赞助254 台湾棒球有好事 大叔野球543跟543周会谈的赞助计划 已经在折折木制上开跑咯 您可以在折折木制上选择您所喜爱的方案 不同的方案在不同期间都会有不同的赠品咯 再来是8月31号一样在桃园主场 那这一天呢是面对统一师最终比数 统一师7比8输给乐天桃园 那这场比赛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 就是我逆转你的逆转 怎么说呢 三局打完 统一师4比0领先乐天桃园 7局打完统一师4比6落后给乐天桃园 8局上打完统一师7比6领先乐天桃园 但是到了8局下打完变成了7比8 统一师1分之差落后给乐天桃园 那我们得分呢 首先是4局下 就是在4分落后的状况之下 在4局下靠着连续三支安打先拿2分 到了6局下呢 靠着连续三支恶良安打再拿3分 7局下再拿1分 所以在7局打完我们有2分领先 但是到了8局上的时候 统一师连赶3分 那我们是在8局下的时候 靠着阿力的二连打 打下比数扳平战局 然后再靠着秀秀打出了逆转的安打 总之呢是你来我往 但老实说其实看的有一点累 那再来是9月2号 这一天是女儿国的主题日 在桃园变队复巴汉将 那最终呢复巴汉将1比10 输给了乐天桃园 那其实这场比赛呢 在这个赛场上面是我们开人家的鲁阁 但是在场边哦 就观众席那边是有一个 大家都火系有点大的事情 节目后段再跟大家说 那在这场比赛的开赛之前呢 其中一个开球是我们家 Rockland Girls的林颖勒 他是用这个Longlife直播主的身份来开球 听说这个开球呢 干爹们的抖内抖到6位数字才有 好那比赛的部分呢 在一局上呢 副巴汉将就靠着交给阿德张静德呢 打一发阳春炮先取得领先 但是在一局下呢 我们就靠着阿里阿富 还有诸葛的安打 然后在阿金保送之后呢 直伟在满里敲出了高飞仙的 还有碎碎的安打 在一局下就拿下了3分 然后三局下诸葛阳春炮 四局下呢 诸葛再打个二两打 然后七局下的时候 阿富又撬出了两分炮 那这场比赛是威能帝 就是Pedro Fernandez在中指的第一次先发 五局98球被打出四三打 投出一次保送7-4三振 一分的折四分 那这个一分的折四分 就是一局上阿德的阳春炮 那记录的部分呢 这场比较特殊的在阿里这边 他连续四场双安 而且连续五个打数打出安打 那他连续这五个打数 是从8月31号开始到9月2号 连续三支的二雷安打 再加上两支的一雷安打 那这两支一雷安打中间 有夹一个四块球保送 也就是说他达成了连续六个打席上雷 就是二雷安打 二雷安打 二雷安打 一雷安打 保送 一雷安打 那上周的最后一场 9月3号在台湾出场初音趴 那是面对中型兄弟波 因为这个海葵台风的关系 所以就严赛了 球队战绩的部分呢 目前是16胜11败胜率5成93 领先第二名的富邦 和竟然有一场半的胜差 至于在全年度的战绩部分 目前是45胜3和39败胜率5成36 领先第二名的卫权龙 一样是一场半的胜差 那在团队的攻守部分 因为上周就是算蛮顺的 所以146.9的OPS Plus 还有140的EIA Plus 都是五队里面表现最好 然后在得点圈有人的状况之下 也都打得不错 OPS从平均的0.899到得点圈有人 会上升到1.057 打击率则会从平均的3x25 到了得点圈有人的时候 会上升到3x93 至于在个人的部分 上周无场比赛 我们用10个PA来抓的话 OPS Plus表现最好是 朱哥的368.6 再来是阿力的223.9 阿富的212.9 秀秀的212.3 阿仁的199.8 阿飞的141.9 然后再来是 直尾的106.5 那如果就细项来讲的话呢 5支安打以上的有阿力的11支 阿仁跟朱哥的7支 秀秀跟阿富的6支 阿飞跟子伟的5支 长打的部分啊 朱哥跟阿力都打了3支的2-2安打 然后加强阿飞阿仁各打了2支的2-2安打 秀秀 小胖 陈静 直尾各有一支 拳内打的部分呢 阿富轰了2发 然后直尾跟朱哥各1发 投手的部分啊 虽然说我们上周5场全胜 但老实说霍尔跟陈克宜都投不满5局 这个是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只是说上周的牛棚都非常的争气 帮我们把分数守住 没有让对方拿走最后的胜利 那以后援投手的WCIP来说呢 表现最好的是 陈臣 豪靖 志轩 他们上周都没有让对方 就是没有让对方的任何一个打者上来 那另外提一下 豪靖在上周调离终结者 他先往前调 所以他在8月29号的时候上来后援的两局 但并不是在最后的局数啦 然后乡长也从二军回来了 那不管是乡长还是飞刀 还是赖宏城他们的WCIP值也都小于1 不过朱俊祥跟红宏城上周的WCIP值就到了1.5 这个就是需要加强的地方啦 然后上周还有一个先发投手的TOSDA 结果他是用后援投手的身份上来 那也投了这个2.1局 WCIP值是1.286 好这个记录跟战报的部分讲完 那接下来就来讲一些比较议题类的东西 不过在讲议题之前呢 先来讲一下8月29号这一天的进场心得 因为这一天有去看球啦 然后那这一场比赛是大碎球五十三组节目的阿杰揪的 那我们呢算是很幸运的就是有订到一间包厢 就体验一下包厢啦 那心得 包厢心得其实大概都大同小孩 不管你去哪个球场 基本上就是冷气很冷 然后里面的沙发很好坐 其实你坐在里面老实说啦 就不太想要去户外看比赛 不过他户外区不错 我们这个台湾球场的户外区 就是包厢的这个户外座位区是有软电的 所以坐起来蛮舒服的哦 那包厢有附餐啦 那像我一些朋友他们之前去包厢 他们有吃到披萨 不过在829这一天呢 我们是拿到便当 我必须老实说 这一天拿到便当我觉得没有很优 因为在去年我们有办过 就是主节目有办过威士忌趴 那我们那时候是在这个上城看台 在靠近本后那个地方 就是阿诚在巧飞机上面 可以跟我们打招呼的那个地方 那一次拿到的是球员便当 老实说要营养有营养 要美味有美味很好吃 不过这一次的包厢便当 基本上就是他给了两种 一种就是你在这个球团的贩卖部会卖的 那个就是有球员为封面的便当 那个还不错啦 那我拿到的是一个 应该是类似咖喱排骨吧 就是有咖喱跟有排骨 那个我觉得老实说就还好 那比赛本身就是我们前面张报 已经跟大家做报告过了 那我简单聊一下就是说 因为大家我们就是七八个人在那边 就除了这个大树立五四三的 我们这几位之外 还有这个聊聊经典电影的几位 Podcast我们也就是一起看球啦 那看球也没有人规定说 你一定要开赛前到 然后看完才走 所以大家就是依照自己方便的时间去进出 那到了比赛的最后段呢 就只剩下我还有聊聊经典电影的Sam 一起在看球 那我们的那个光头大叔三母 他是私迷 那聊聊经典电影的Sam 他是龙迷 不过这个八局下跟九局下的这两局 我跟聊聊经典电影的Sam在看球 应该两个人都各有内心系 因为Sam是龙迷 那我是乐天团队的球迷 那我在现场看球 其实看到秀秀切开的时候是蛮感动的 然后九局下 小叶把这个手背排成五人内野的时候 大家也都蛮期待 这个球到底打出来会是什么结果呢 结果阿力还真的第一球就出棒 然后呢就打到小叶所安排的布阵里面 只是小叶天算人算 他就是没有算到真传真会漏结 所以这个最后一个打席之前的安排 还有最后结束的方式都蛮戏剧性的啦 结果你很难想象就是四分落后 想说这场应该没戏了 然后结果在八局下九局下追平 然后觉得应该破不了阵 结果居然就还是结束了比赛 然后这天赛后呢 在大厅也有遇到富邦汉将有一个很有名的球迷 叫做蚁人 那在大厅跟他就是打个招呼聊个天 那这是8月29号的进场心得 好那心得的部分讲完 接下来就来讲议题的部分 那本周有两个议题 首先第一个来跟大家谈一下游规 那上周我在录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游规正在场上投球 那我是讲得很轻描淡写 不过上个礼拜 尼玛帮帮忙的威脸有Q到我 他觉得我应该会讲更多吧 那我就很快速跟大家简单讲一下 首先我先跟大家快速的介绍一下游规 那游规基本上呢 他在日本算是有一点点传奇啦 他在2006年还在念高中的时候 他就创下了当时日本高校棒球最快的 155公里的球数的记录 然后在2007年的日子选秀会上获得了 东北乐天青旧队 东京养乐多燕子队 横冰湾星队 中日龙队 独卖巨人队等五支球团的第一指名 讲白脸就是超级大物啦 那结果呢 是养乐多燕子队抽中了交涉权 然后呢 他最终是签约金一亿 年薪1500万 激励奖金5000万的合约 加盟入团 就是一个蛮大张的合约 然后呢 他在2010年的8月26号 面对横冰湾星队标出了 刷新日值本土球员记录的 161公里的诉求 就100麦啦 成为日本史上首度球数标破 106的本土投手 不过后来他就因伤所苦 他遭遇到了右肩键板受损 左膝玻璃骨折 然后也去开了这个右肩的轻创手术 等到他再一次的在一军登板 已经是2016年的7月9号 相隔1771天才再度与一军出赛 不过主投六局失六分无关胜败 然后呢 他相隔很久的胜头发生在2016年的7月24号 对中日龙先发5.1局失两分 那这一胜跟上一胜隔了1786天 接着在2018年的时候呢 被燕子队发战利外通告 然后转队到了乐天经就 然后在2020年11月5号 再度遭到了乐天经就队的战利外通告 后来就去了独联的奇遇武藏热火熊 然后今年被我们找过来 顺带一提的是 大家不知道对这个奇遇武藏热火熊 有没有印象 其实我们在今年的比较前面的原书 有跟大家就是提过这一支球队的名字 因为今年我们家 Roggan Girls的海外公差 其中一站就包括去这支球队那边做应援 那老实说他在台湾这边 他在我们家二军投的也不怎么样 不过在8月28号因为礼拜一补赛 可以多带一名选手的关系 还是把他带上来 不过也因为要让他上异军 所以就把雷发给注销掉了 那在8月28号这一天九局上 我们领先7分的情况之下 让他上来丢 结果呢 他只抓了一个初局数 就用了30颗球被打三只安打 但就成绩来讲是真的不怎么样 只是说那天如果你有看转播 或你在现场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就觉得那是一个圆梦的过程 那记者也有访问到曾豪去问这个 关于尤归的看法 那龙猫总教练的看法是说 他觉得尤归不放弃理想的精神值得学习 那他形容尤归是带着信念在台湾投球 为梦想而努力 那这个也就是大家在礼拜一那天看到的一种感觉 就是曾经是大悟 结果在日职的生涯走得跌跌撞撞 然后去了独联之后又来台湾这边试试看第二次的机会 那不管机会好坏至少有尝试过 就是一个蛮应该说蛮令人感动的故事吧 那事实上在9月2号这一天的比赛 那其实尤归那个时候已经注销了 因为我们就用威能帝在取代尤归 但是尤归还在对上 那在那一天的赛后MVP颁奖的时候 当天的MVP朱玉贤呢 还特地cue尤归上来跟大家讲话 所以看得出来基本上他在球队里面算是蛮受欢迎的啦 不过老实说我们还是持平来讲 就球队战力的状况或说就实际来讲 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部分 那当然就是关于他上一军的这件事情 我们撇开828可以多带一名球员这件事情 那当然其实雷发在下半期的时候状况并不是很好 所以呢你说在831大线要把他割舍掉 就数据面来讲当然是合理啦 那只是说你是用尤归来取代他的话 这个就有一点点会让大家觉得这样子的替代是OK的吗 因为我们大家也讲过嘛 就尤归在二军的成绩其实是蛮糟糕的 他在二军的防御率高达5.56 以一般状况来讲 你要从二军拉一个后援头手上来 不会拉一个数字这么高的投手 更何况他还是洋将 然后再来就是我刚刚讲实际的问题 因为当然中职是不乏这种 就是球员寻求东山再起 特别是日本的洋将寻求东山再起 然后来台湾找机会 那当然最后这个结果好或不好 可能多数是不好啦 但是就是会给球迷一个回忆嘛 就像之前同一师的知恋广迷 或者是说像去年中职兄弟找了这个木田和酒嘛 那尤归当然你也可以把他用这样的方式去看待他 那我就只是还是那种感觉啦 那你其他时候 比如说你六月份七月份上来圆梦就算了 在八月底的时候 这个时机点就是很神奇啦 那你如果将心比心 假设你我是雷发 那可能心里也有底会被割舍 但是上来的是尤归 那心情应该会蛮特别的吧 那球团后来也是做thank you图 然后结果雷发跟尤归居然是一起共用一张 我自己是觉得不管对于雷发或对尤归都不太尊重啦 然后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另外一个议题就是 九月二号女儿国主题日的球衣事件 其实在上周六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哦 乐天桃源球团 是不是嫌我做单口的题目不够多 时间不够多呢 所以又生出来这个题目给我 那其实当下我就想到 其实在去年 在11月22号的时候 在就寂寞啦 我曾经有做了一集 原始无语第77集 一片片剥落的桃源魂 那那集我是大概统整一下 2022年 乐天桃源做了哪一些 让球迷觉得很三条线 或者是很不知所以 或者是甚至很生气的事情 那其实那集我后来上千年之后 才发现还有一些东西我没有讲 然后上周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想说 该不会今年季末 我还要做一个2023年的版本吧 不知道 那总之呢 跟大家讲一下这件事情 就是在今年下半季 九月二号这一天是 女儿国主题日 那这一个主题日是 加价的主题日 就是内野的票价 在这一天呢 都还要多加200块 也就是说我们以内野的热区为例 平常呢 六日是600块一张门票 但是在九月二号这一天呢 是800块 那你加了200块 当然大家就觉得说 你是不是还要 deliver我什么东西嘛 所以后来这个球团就在 赛前几天宣布那一天呢 就这一天呢 就会每一个正价的 就是你有加到200块的人都会 多送你一件球衣啦 那其实一直到赛前几天后 我都觉得这个做法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你有加价 然后你有给球衣 我跟大家顺便提一下 这个桃圆队在Lamigo时代就有办过 类似女儿国的主题日 那那一次呢 没有加价 有送球衣 但是呢 球衣只送女生 那当然可能比较早年之前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还好 但是老实说啦 像这几年的话 像这个性别意识来讲的话 其实这种 因为生理性别去限制 送进场礼物的做法 其实可能是会有问题的 就凭什么男生跟女生花一样的钱 但是女生有球衣男生没有 好 那反正回到今年的女儿国就是 反正大家都加两百块 然后不管你是男生女生呢 你都可以拿到这件球衣 就这个安排的讲基本上是OK的 不过呢 就在9月2号这一天呢 突然发现 就是在周五的时候球团发一个公告 就是说 因为以前啊 这种进场礼就是 你在进场的时候 你就是 就会拿到你的进场礼 不管说 反正桃圆队不管在Lamigo时代 或是之前Rocket Day时代 这种送球衣或是送T恤的方式 都是在进场的时候 就可以拿到 那这一次呢 在9月2号的中午呢 球团突然的发了公告说 这一件球衣要五局结束之后 才可以去大厅礼 那跟大家就是简单讲一下 在上周发生的事情 因为其实在 8月底9月初的时候 有一个海魁台风 靠近台湾 所以有关于这个周六周日的比赛 有没有办法打 其实大家都有点担心 那后来就是礼拜天的比赛 就没有打了嘛 礼拜天不止 他也没有打 像这个台南他们那个 中华一番的主题是 礼拜天的比赛 后来也是没有打的 所以礼拜六 9月2号 中午的球团这个公告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一片哗然 哇你这个五局之后才可以领 你就是摆明要比赛成立 不能退票之后才能让大家去领这个加价的球衣 显然就是一个球团不想亏钱 很现实面的操作 那这个做法不只跟中指其他队做法不一样 也跟热天桃团自己的之前的做法不一样 所以大家当然就非常的有意见 那有意见归有意见嘛 那比赛还是就开赛了嘛 那大家也就心里想说 好吧那就五局之后才能去领球衣 结果呢在二局下的时候 大萤幕突然就打出了一个公告说 好那现在可以去领球衣了 所以那一天进场的球迷在二局下 看到大萤幕这个公告之后 就通通都往外冲 直接去冲到那个大厅外面这个广场 结果冲到了广场之后呢 才现场的人又说 哦这个萤幕放错了哦 我们还是维持五局下才能领球衣 那如果你是这一天有进场的球迷 你在9月2号中午看到球团更改 球衣的领取规则 然后在二下给你点favor 好像说可以提前领 结果到了大厅又 工作人员意思就是 又是说你白跑一趟了 请问你的心情如何 那当然现场就是怒气时爆表 那我那天没有进场 但是我知道球团在那个时候有推阿杰 Abi还有Rina出来吸泡火 那最终就是四局下的时候开始发 那据我那天所看到的一些大家分享的状况 也就是反正就是大厅外挤的很多人 然后队伍排得很长 然后这个局势有点混乱 还有这个传说中的2XL这个size只有12件 顺便提一下关于2XL只有12件这件事情 我其实不晓得说球团怎么安排 但老实说根据那天时期拿到衣服的球迷们回报 其实那个2XL大概是3XL的size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就是说 他如果真的是2XL正常状况来讲 我们在跟厂商下衣服size的时候 2XL不会只下到12件 所以到底是刚好那个工作人员只有拿到一捆12件 还是说真的就总共就只出了12件 这个我们就不晓得 那总之呢就是一团混乱 然后呢你就会看到就是想要的size没有拿到 那当然就是各种的炮火 那在隔天9月3号的新闻呢 就是那天台湾这边开完解讨会有道歉 那蒲伟青的说法是说呢 天气因为台风瞬息万变 本来就希望比较可以顺利开打球迷 可以顺利拿到这个球衣 那如果按照本来规划5局的时候 就会发放应该可以顺利完成 但是因为大荧幕物质资讯 所以对现场球迷感到抱歉 那球团也有针对这个事情开会检讨 未来期望不要再发生类似的状况 也将强化各项突发状况的应变 讲了这么多呢 其实讲白点我帮哥翻译 就是说以后球衣可能还是5局之后才会发给你 所以他的道歉是针对于大荧幕提前告诉大家可以去打听哪 而不是针对更改发放的方式 还有在现场所造成的怒气而去道歉 那其实像这种加价发球衣的做法 不只中止有啦 然后日子也有 那我其实在这几天稍微有大概看了一下 在日子怎么做 那当然日子有两种状况 一种是如果你的主场是巨弹性球场 当然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你5局下才发球衣 显然就是要比赛成立才会让大家把东西拿走嘛 那巨弹外面台风来停赛也不会打 那外面下雨也会打 把他打完 所以绝对会有这个比赛成立是没有问题 所以当然进场前你就可以拿 那另外一种状况就是室外露天的球场 那刚好我就在那几天看到了一张 就是球迷们之前去仙台热天金秀组场的做法 那他们在进场的时候会确定你的尺寸 然后给你一张这个领取单 可是看了一下上面的说明 一样是5局打完比赛成立之后才可以拿 所以乐天桃源的这个做法呢 跟之前不一样 但是他这个做法等于是跟乐天金就有看齐 那讲白点就是一定要比赛成立 你不能退票之后 他才会把这个东西给你 那这个就跟我们刚刚讲的嘛 宗职各队还有桃源之前在赛前给你做法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说到桃源这边 我顺便就是稍微回忆一下这几年 关于这个加价赠品的做法 那在2021年就两年前了 那个时候开季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一致团结日的主题日 就是在2021年3月的主场 包括一直到4月1号 那一阵子的乐天桃源队的主场呢 票价都加100块 等一下他会送你一件外套 老实说那外套的材质不是很好 那就100块的 反正就加加100块送你那一件 不过呢 这期场比赛遇到下雨 延赛的时候也是 他就不是很干脆的退票 3月24还有3月26号 都遇到延赛和保留比赛的状况 那当下也都不能马上的退票 那后来3月24号的比赛 因为中间又遇到三级警戒 所以最后是7月21号 才把这场比赛打完 然后3月26号这场呢 这场是很有名的比赛 因为这场保留比赛 并不是因为下雨 而是因为球场发生大雾 打到一半真的完全没有办法打 那最终是8月8号才把比赛打完 那这两场我是刚好都没进场 但是我的印象中就是 退票的处理拖很久 拖到很后面 我的印象中是等很久之后 才让球迷可以全而退 不然老实说 这两场比赛都一个拖到7月底 一个拖到8月初 谁要拿那个外套 那去年2022年 有一个一样是加价胜球衣 就是2022年的Yokosopar 那这个是加150 后来这个球衣有成功的发出去 所以基本上你就可以发现到 就是这几年的 乐天投人球团 对于加价送球衣这件事情 是非常在意这个票价 有没有办法回收的这件事 那我们以中信兄弟来做个例子 因为中信兄弟这几年 也碰到好几次 有加价球衣 但是因与严赛的状况 那首先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在2022年的开幕战 因为大家知道2021年是这个 中信兄弟跟佟一师打台湾大赛 那后来没有打到第六场 中信兄弟就把人家直落四给口斗掉了 当然后面的主场送球衣的球衣就没有发出去 那在2022年4月2号对佟一师的开幕战呢 他们这场比赛的票价就涨到1000块 然后会送这个2021年送不完的台湾大赛的球衣 那事实上他把这个票价定起来 然后说会送这个去年的冠军赛球衣的时候 其实是被骂烦的 你要加价送东西大家或许可以接受 可是你送的是库存品 大家就很有意见 其实这种事情在台湾队 在2018年的台湾大赛也遇过 那个太远了我们就不说 但是后来2022年4月2号这一天的开幕战 英语言赛 那大家其实都已经在进场前就已经拿到了那件球衣 那你拿到球衣之后后来又英语言赛 那中信兄弟球团就很干脆的让大家全额退票 所以这个送库存球衣的事情 从本来的被骂到后来是被大家称赞的 就是你球团够大气 那今年呢 其实中信兄弟也遇到一个加价主题日 但是遇到下雨 严赛的问题就是在刚结束的这个K歌的主题日 那你就把它想象成类似热天台湾的洞子派或阿米派 就是赛后会请歌手来唱歌的 那本来呢 他们是8月26号的赛后会请光良、张志诚跟杜德伟 8月27号会请南拳妈妈、萧炳志 这些是歌手的部分 然后去球场演唱 但是在8月26号这一天呢 因为下大雨打不成 那在球场还在下大雨 大家还在场内还没有宣布要不要严赛的时候呢 中信兄弟就已经先请张志诚就先演唱了 那张志诚就把他该唱的歌给唱完 在雨中的时候唱完 那最后还跟江灰宇还合唱了一首 那他们唱完之后呢 那球场宣布延赛 那在8月27号呢 在赛前呢 临时加码 把本来要在8月26号这一天唱赛后的光良呢 延到8月27号唱赛前 那赛后呢 就是南拳妈妈、萧炳志、杜德伟 还有球员 那杜德伟也是本来是826嘛 那后来就是变成827的赛后 那826因为延赛嘛 所以球团没有打 那中信兄弟球员就很干脆就说 你买826的票 虽然说你还是有听到张志诚 但是我票就全额退给你 那827买票进场的球迷也赚到 因为他们本来只会听到南拳妈妈萧炳志 但结果呢 他们在赛前多听到了光良 在赛后多听到了杜德伟 所以不管你是826还是827的球迷 你都觉得没有损失而且赚到 然后呢 中信兄弟也赚到了名声 那当然因为本来安排在这周末的光良跟张志诚 还有杜德伟都已经把他们应该要履行的唱歌的合约 演唱的合约已经履行完毕了 所以826这场往后延的比赛之后就不会是K歌主题日 但总之就是歌手他们有履行他们的合约演出的义务 然后球迷呢没有亏有赚到 那你说中信兄弟球团当然在财务上826这场他们算是亏 但是他们赚到了名声 那这个就要问你球团的名声值多少钱 那反过来想你乐天桃源球团 应该说Rakuten集团当初把桃源队这支球队买下来 你要你要求的是什么 那一件200块的球衣值不值得你用Rakuten集团的形象来救 这个我没有答案啊 这个球团自己去想 那如果说球团的做法之后还是坚持 比如说加价的球衣要5局结束比赛成立之后 你才可以去领 就等于说是我买了一个可以看9局比赛的权利 完整比赛的权利 然后呢我又花了比如说150200块 去买加价买了一个可能他会给我的赠品 但是我在领这个赠品的时候 我要牺牲我本来可以看9局完成比赛的权利 那我只能说至少对我来讲 以后看到这种加价主题日的时候 在买票之前我会再三思量 这两周球队有很多新闻 包括说Rakuten Girls上了Cityfield的这个休息室屋顶 我们在上一集有讲过嘛 那林子伟手轰了游规完成他的圆梦之旅 休休打出他的生涯千安 8299局下落后4分的逆转胜 然后我们还有一场是2度的逆转胜 然后目前是下半季的战机第一名 也是全年度的战机第一名 然后呢又发生这个球衣事件 那经过这么多事情 我不晓得说大家对这两个礼拜最终留下来的回忆是什么 特别是如果你还有进场的话 你会留下的回忆是什么 其实还有很多题目啦 比如说像上周飞飞扬在讨论说 球团会不会找人转手 但是我已经录了四十几分钟了 所以这个之后有空再跟大家做分享 节目的最后本周的赛程 本周五场比赛前面四场在主场 最后一场在客场 9月5号礼拜二在主场面对中信兄弟 9月6号7号8号礼拜三四五 在主场面对卫全龙 9月10号礼拜天在客场新装面对富邦汉将 好那以上呢就是本集的元氏物语 感谢大家收听 但后期空中在雄回夕 拜拜